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来构建它的界面 首先是Ethernet V2头部的部分 我们来新建两个文本框 来填写原麦克地址和目标麦克地址 我们来自行建设计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来自行建设计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再次自行建设计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后就是IP头部 构建IP头部的一个界面之前 我们就先来回顾一下IP头部的格式 那IP头部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头部 但是其实我们会发现 这个IP头部除了原IP地址和目标IP地址以外 就其他的字段就要么都是一个固定的值 就要么就是程序自己生成的一个值 就都是不可以人工去修改的 所以我们的界面其实也是只需要行建两个文本框 来填写一个原IP地址和目标IP地址就可以了 然后呢是UDP头部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UDP头部的格式 那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其实呢整个UDP头部呢 除了这个原端口和目标端口 这两个字段以外呢 其他字段呢其实呢都不是我们可以去修改的 那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来新建两个数值框来填写这个端口号 然后我们来修改一下这一个数值框的范围 修改为0到65535 OK 然后我们复制一下 然后就OK了 然后我们再来新建一个文本框来填写这个接口的名称 然后在下面新建一个比较大的文本框来填写这个数据 最后呢在下面呢再新建一个按钮来发送数据就可以了 最后呢在下面呢再新建一个按钮来发送数据就可以了 OK 那我们界面呢 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回到代码窗口 那这里呢 我们用的也是 跟以前的ARPCM那个程序 一样的方法 我们来新建一个 UTP的一个 发送的一个CPP文件 那我们呢 就把UTP的发送部分呢 就写在这个文件里面 然后呢 我们来打开 我们之前编写的ARPCM的程序 那因为呢 你用的投文件呢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我们就先把它复制过来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来添加 两个新的投文件 那这一个呢 就是UTP头部的投文件 然后是IP头部 OK 然后呢 我们来构建 UTP包的一个数据结构 那首先呢 就是ETDVR的头部 然后是IP头部 那最后呢 就是ETB头部 那从前到后呢 就是连路程到传输程 那因为呢 后面携带的数据呢 长度呢 是不固定的 所以呢 这里呢 就不放在这个数据结构里面 然后开始编写我们的函数 那这里呢 那这里呢 Data呢 和那个Data呢 就是我们的数据和数据长度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一个ABOV改成NewBov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一个ARPBOV呢 改成UTPBOV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一个创建Socket里的这一个ARP 这一个类型呢 改成IP 然后呢 再把这个EthernetVR头部里面的这个ARP类型呢 也是改成IP类型 我们再把构建ARP报纹的部分删掉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一个ABOV改成NewBov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一个ARPBOV改成EDBOV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一个创建Socket里的这一个ARP这一个类型呢 改成IP 然后呢 再把这个EthernetViewer头部里面的这个ARP类型呢 也是改成IP类型 然后呢 我们来修改这一个Buffer的长度 那在这里呢 我们除了把这一个ARPBuff 就改成这个UDPBuff以外呢 我们还需要在后面加上这一个DataLine 那因为这一次呢 就不仅仅只有这一个报文 还有后面的数据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数据的长度呢 也加到这一个总长度里面去 然后呢 我们来开始填充IP手部 那在填充IP手部之前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个 手部的长度呢 它是在版本号的前面 那如果是大端模式呢 这个版本号呢 则是在这个手部长度的前面 那这个呢 就是反过来 那我们的IP协议呢 这个手部的标准呢 它是以这一个大端字节序呢 为基准的 那所以呢 这一个版本号呢 它是在这个手部长度的前面的 然后呢 就是这一个包卫的这个服务类型 16位的总长度 16位的标识 然后还有这一个3位的标志 和这一个13位的片位仪 但是呢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两个字段呢 就用一个刷的类型呢 就搞定了 然后呢 是8位的TTL 就这个生存时间 8位的协议类型 16位的手部下跃盒 那最下面这里呢 就是两个32位的IP地址 原IP和这个目标IP 那我们了解了这一个IP手部结构之后呢 我们再来填充这一个IP手部 那这里呢 还有一个Abof没有修改 我们要把它改回来 那首先呢 就是版本号 那这里呢 用的就是这个IP手部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定义 那在这里的定义呢 就是4 这是我们的IPv4 然后呢 是手部长度 那这里呢 我们直接用这个30off来获取这一个IP手部 这个数据结构的长度 然后呢 往右移两位 那往右移两位呢 就相当于除四 那一位呢 这里的长度呢 它是以32位为一个单位的 就是4个字节 然后呢 是填充这一个服务类型 那这里呢 我们就用0来填充 然后呢 是总长度 那这里的总长度呢 就用整个数据帮的长度呢 减去这一个Ethernet V2头部的长度 那因为呢 到了网络层呢 这个Ethernet V2这个头部呢 就已经被丢弃了 那因为这个是一个16位的总长度呢 就超过了8位 就超过了这个一个字节 那所以呢 就会出现这个大小端的问题 那所以呢 我们这里就用H2NS这个函数 转换这一个大小端的字节序 然后呢 是这个标志字段 那这里呢 我们也是用0来填充 然后呢 这个配密也是一样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TTL呢 我们直接就用最大值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定义 那这个定义呢 那这个定义呢 就是255 然后呢 就是这个协议类型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定义 那这一个定义呢 就是17 然后就是我们这个首部的宵夜盒 那这里呢 我们就先用0来填充 那为什么用0来填充呢 那我们现在就来回到PPT 来看一下这个宵夜盒的原理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一个大致的过程 那在发送方呢 首先呢 会把这一个宵夜盒的字段 设置为0 然后呢 就把需要宵夜盒的数据 看成呢 是以16位为单位的数字组成 然后一次进行一个 二进制的法码求和 最后呢 把这一个得到的结果呢 就存入这一个宵夜盒的字段当中 然后到接收方 那接收方呢 和发送方呢 是一样的 也是把这个首部呢 看成以16位为单位的数字组成 也是一次进行这一个 二进制的法码求和 也包括这一个宵夜盒的字段 然后呢 就会检查 这个计算出的宵夜盒呢 这个结果呢 是不是为0 那如果为0呢 这个宵夜盒呢 就是正确的 那否则呢 这个宵夜盒呢 就是错误的 就会抛弃这个数据包 那这里呢 我们来详细讲解这个过程之前呢 就需要说明的一点呢 就是 这里的二进制反码求和呢 就其实使用的就并不是这一个反码 那因为呢 我们知道呢 这个计算机里的所有数字呢 都是以补码的形式存在的 那这里的反码求和呢 它的意思呢 其实就是求和 都要再去反而已 那什么是二进制取反呢 那二进制取反呢 就是逐位的 将这个0变成1 将1变成0 那像下面这一个例子 那一个实进制的数 55 它的二进制呢 就是00110111 再把它取反了之后呢 就会变成11001000 那再变回实进制呢 就是这个负的56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下下核 是如何求和取反的 那虽然呢 这个下下核的标准呢 它是以16位为单位 进行这个求和 但是呢 这里呢 我就用4位来举例 那因为这个16位呢 就实在是太长了 就没必要了 那4位也是一样的 那这一次我们的例子呢 就是6 13 3和10 这就是我们这次例子的数据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方送方 那方送方呢 首先呢 要将这一个下核的字段呢 就填充为0 然后呢 就逐个相加 那这个6 加13 加3 加10 加加0 这个结果呢 就是32 那32的二进制呢 就是0010 0000 那取反之后呢 就是1101 1111 就是负的33 然后呢 将这一个结果呢 就填入这个下核的字段 那当我们接收方 接收到这个数据包的时候呢 也是用刚刚的方法 就逐个相加 那这一次的结果呢 就是负1 那把这个负1 取反 那就是0 那就表示呢 这个数据包呢 是正确的了 那我们先来看来呢 这个相加核的原理呢 就像一个加减法 就很简单 那就只是把这个负值呢 就存到这一个先核的字段 那这里呢 我们就想 那我为什么要取反呢 那如果直接把这个32 就变成这个负的32 那不就可以了吗 那为什么取反 变成负的33 就多一步出来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这个例子 那这一次的数据呢 就是18和32 那过程呢 也是刚刚那一样的 那这一次呢 我们就用取负值的方法 那18加32呢 就是50 那把这个50 取负值呢 就是负50 那理论上呢 接收方 接收到这一个数据包的时候呢 把这个逐个相加之后呢 就会得到0 但是呢 如果这一个接收方 它的字节序 和这一个方送方 它的字节序 是不一样的 那会怎么样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这种情况 那如果接收方的字节序 和方送方的不一样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18它的二进制呢 就是0 0 0 1 0 0 1 0 1 0 那如果字节序不一样呢 就会变成 0 0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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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就前后交换了 那前后交换之后 转换变成实进制之后呢 就33 那这一个32呢 就会变成2 那本来是这一个 负50的这一个线核的字段呢 就会变成35 那逐个相加之后呢 就会变成70 那70取负值呢 就不是负及时 那这个本来是正确的 这个数据包呢 就会变成一个错误的数据包 那么现在呢 这一个问题就来了 那如果使用取反 会怎么样呢 那这个数据呢 还是这一个18和32 那这一次呢 我们就把这一个 计算出来的50 就是取反 变成这个负的51 存到这一个 下线核的字段里面 那同样呢 是这个字节序 不一样的接收方 那这个负的51 是1100 1101 那交换这个字节序之后呢 就是1101 1110 就是负的36 那把这一个数值 逐个相加之后呢 它的结果呢 是负1 那取反之后呢 就是0 那也就是说呢 即使我们的字节序不同 但是这一个 最后呢 这一个下线核的结果呢 它还是正确的 那这一个呢 就是TCP IP下线核中 使用反马集合的优点 不依赖这个系统 是大端还是小端 就是无论你是发送方 这个计算机 还是这个接收方计算机 那这个检查下线核的时候呢 都不用 要用这一个H2NS 或者N2HS 就直接可以通过 上面的算法呢 就可以得到正确的结果 那现在呢 我们回到IDE 来编写 我们这一个计算 下线核的函数